第一边,总则 第一条,本施刑法依土地法第九条之规定制定之 第二条,土地法及本施刑法自本施刑法公布之日施行 第三条,在土地法施刑以前,各地方办理之地正式向,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其不合者,应令更正之 第四条,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各类土地之分墓及其符号,在县,市,由该管县,市,地政机关调查当地席用名称,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之 在直辖市,由直辖市地政机关自行定定,并报中央地政机关被查 第五条,土地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谓一定限度,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汇同水利主管机关划定之 第六条,凡国营事业需用公有土地时,应由该事业最高主管机关核定其范围,向该管直辖市或县,市,政策划 政府无偿拨用 但应报经行政院核准 第七条,依土地法第二十八条限制土地面积最高额之标准,应分别宅地、农地、兴办事业等用地 宅地以十亿以十亿为限,农地以其纯收益足供一家十口之生活为限,兴办事业用地是其事业规模之大小定期限制 第八条,依土地法第二十九条以土地债券照价收买私有土地,其土地债券之倾付期限,最长不得余五年 第二边,地级 第九条,在土地法施行前,各地方已办知地及测量,如何与土地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者,得由直辖市或县 市,政府将办理情形,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免与重办 第十条,依土地法第四十八条公布登记期限,应报请中央地政机关被查 第十一条,土地法施行前,夜经办郡土地登记之地区,在土地法施行后,于其限内焕发土地权力书状,并编造土地登记总部者,视为以依土地法办理土地总登记 第十二条,以办地级测量,尚未办理土地登记,而夜经承准注册发照之地方,应依法办理土地总登记,发给土地权力书状 但所收书状费及登记费,应扣除发照时已收之费用 第十三条,依土地法办理土地总登记之地方,自开始登记之日起,法院所办不动产登记应及停止办理,其已经法院为不动产登记之土地,应免费予以登记 第十四条,删除 第十五条,依土地法第五十五条及第五十七条所谓公告之期限,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之 第十六条,在办理土地总登记期间,未税白气准缓其报税,并免予处罚 第十七条,土地登记书表不测格式及尺幅,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十七之一条,登记总部灭失时,登记机关应依有关资料补造之,并应保持原有之次序 依前项规定补造登记总部,应公告,公开提供阅览三十日,并通知登记名义人,即将补造经过情形层报中央地政机关被查 第十八条,土地登记费及书状费,不因标准地价发生异议,停止征收 但标准地价依法决定后,应依照改正 第十九条,起伏地区田地秋行过岁时,得救同一权利人所有地区相连地目相同之秋并为一宗,并于宗地及图内测绘秋行 但登记时仍按宗登记 第十九之一条,两宗以上之土地如已设定不同种类之他向权利,或经法院查封,假扣押,假处分或破产之登记者,不得合并 第三边,土地使用 第二十条,依土地法第八十四条编定使用地公布后,应分别通知土地所有权人,并报请中央地政机关被查 第二十一条,依土地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最小面积单位,及依土地法第八十六条规定集体农场面积,应报请中央地政机关和 第二十二条,依土地法第八十九条,依土地法第八十九条,召价收买之土地,其地价得分其己付之 但轻负其限最长不得余五年 第二十三条,都市计划之拟定即变根,应报请中央地政机关和定之 第二十四条,新设都市分区开放之区域,于都市计划中规定之,分其开放之时间,该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依地方需要定之 但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 第二十五条,土地法第九十七条,所谓土地及建筑物之总价额,土地价额依法定地价,建筑物价额依该管直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固定之价额 第二十六条,依地方习惯以农产物缴附地租之地方,农产物折价之标准,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依当地农产物最近二年之平均市价规定之 地价如今重沟,农产物价一应事实际变更,重与规定 第二十七条,土地法第一百十四条第一,第二,第六,第七各款之规定,于定期租用耕地之器约准用之 第二十八条,依土地法第一百二十条,成租人向出租人要求偿还其所耕地特别改良物时,其未失效能部分之价值,得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地政机关固定之 第二十九条,土地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减租或免租之决定,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 第三十条,土地法第一百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二条及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于有永电权之土地准用之 第三十一条,各地方荒地使用计划,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定之,并报请中央地政机关及中央肯务机关被查 但大宗荒地面积在十万亩以上者,得由中央地政机关及中央肯务机关会同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定之 第三十二条,诚恳人肯务取得所有权之土地,其使用管理及移转,继承,均准用土地法及本法关于自耕农户之规定 第三十三条,城市地方土地重化,应经中央地政机关核定之 第三十四条,农地重化计划,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依农业技术地方需要定之,并应报请中央地政机关被查 第三十五条,土地重化区内支地价,如尚未规定,应于施行重化前依法规定之 第三十六条,业经依法规定地价之地方,应及由该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分别依土地法第169条拟定基本税率,依第171条拟定累近起点地价,依第173条拟定加真空地税倍数,依第174条拟定加真空地税倍数。 第174条拟定加真空地税倍数,依第1810条拟定土地增值免税额,及依第186条拟定建筑改良物税率,并曾转行政院核定举办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及建筑改良物税。 第37条,删除 第38条,删除 第39条,删除 第40条,地价调查估计及土地建筑改良物税价之估价标的,估价方法,估价作业程序,估价报告书格式及委托估价等事项之规则,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 第41条,依土地法 第39条,第33条,第34条,第89条及第157条兆标准地价收买之土地,其改良物应照估定价值,一并收买之。 但该改良物所有权人,自愿迁移者,不在此限。 第42条,地价税基本税率积累近起点地价,空地税倍数,荒地税倍数,土地增值税免税额及建筑改良物税率,确定施行后,如有增减,必要时应依本施行法第36条规定之程序办理,并于会计年度开始前确定公布。 第43条,土地法第173条,第174条所称之鹰角地价税,细致该空地及荒地鹰角之基本税。 第44条,删除 第45条,删除 第46条,土地税减免之标准及程序,由中央地政机关与中央财政机关以规则定之。 第47条,免税地变为税地时,应自次年起征收土地税。 第48条,税地变为免税地时,其土地税自免税原因成立之年免除之。 但唯一免税原因使用者,不得免税。 第5边,土地征收 第49条,征收土地于不妨碍征收墓地之范围内,应就损失最少之地方为之,并应尽量避免耕地。 第50条,土地法第224条规定之征收土地计划书,应记明左列事项。 1. 征收土地原因 2. 征收土地所在地范围及面积 3. 兴办事业之性质 4. 兴办事业之法令根据 5. 附带征收或区段征收及其面积 6. 土地改良物情形 7. 土地使用之现状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840接连土地之使用状况及其改良情形 9. 土地区内有无名胜骨鸡,并注明其现状及眼隔 10. 成否与土地所有权人经过协定手续及其经过情形 11. 土地所有权人或管有人姓名,住所 12. 被征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13. 兴办事业所拟设计大概 14. 应须补偿金额款总数及其分配 15. 准备金额总数及其分配 15. 土地法第5. 征收土地图说 15. 应汇载佐列事项 15. 被征收土地之使之界限 15. 被征收地区内各棕地之界限及其使用状态 15. 附近接村乡镇之位置 15. 被征收地区内房屋等改良物质位置 15. 图面之比例尺 15. 第52条 土地法第224条 规定之 征收土地计划书 15. 征收土地图说及土地使用计划图 15. 应个拟据三份 15. 承送核准机关 15. 第53条 土地法第224条 规定之 15. 承送土地使用计划图 15. 如系兴办公共事业 15. 纸建筑地盘图 15. 如系开辟都市地域 15. 纸都市计划图 15. 如系施行土地重划 15. 纸重划计划图 15. 第54条 直辖市或县 15. 市 地政机关与土地征收地价补偿 15. 完毕后 15. 应将办理经过情形 15. 陈报中央地政机关核准备案 15. 第55条 15. 依土地法第227条 15. 所为公告 15. 应在明左列事项 15. 须用土地人之名称 15. 兴办事业之种类 15. 征收土地之祥名区域 15. 被征收土地应补偿之废额 15. 前项公告 15. 应付同征收土地图 15. 皆是于该管直辖市或县 15. 市 地政机关门首及被征收土地所在地 15. 第56条 依土地法第227条 15. 所为通知 15. 应照左列之规定 15. 被征收土地已登记者 15. 依照登记总部所载之土地所有权人及土地 15. 他向权利人姓名住所 15. 以书面通知 15. 被征收土地未经登记者 15. 应以所在地之日报登载通知7日 15. 第57条 15. 保留征收之期间 15. 应自公告之日起算 15. 第58条 15. 被征收土地补偿金额之计算予发给 15. 由需用土地人委托该管直辖市或县 15. 使地政机关为之 15. 第59条 15. 被征收土地应有之负担 15. 由该管直辖市或县 15. 地政机关于发给补偿金时代为补偿 15. 并以其余款交付被征收土地之所有权人 15. 第60条 15. 依土地法第246条第二项之规定 15. 迁移无主坟墓石 15. 应于十日以前公告之 15. 公告期限不得少于7日 15. 厉害历历历来自 visit 15. 厌代的:「住人 19. 穆安在研计就 2013今天 2021 20144 21